好 現在時間晚上的8點13分 這裡是中廣流星網的娛樂一世代 這段時間如果有訪問林曉培 都是因為她在參與 戲劇啦 音樂劇的演出 現在她用歌手的身分來了 Yeah Shino Shino哥好 娛樂一世代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歌手林曉培 林曉培為什麼講到歌手聲音變小 好久不見了大家 你本來就是一個歌手啊 對有時候就是 可能也這個環境 因為上次還跟導演一起來 你上次來還是以音樂劇的演員 那我事實上後來 我還真的去看了你演那個接體員 然後我覺得印象蠻深刻的那個戲 謝謝 只是說像你一直都有在唱歌 音樂劇也唱歌 其實好像今天我們要做訪問這件事情 應該要蠻早之前 就應該要有啦 奇怪啦 現在這個數位時代又不一定要你推出一整張專輯啊 對不對 為什麼好像感覺就是有一點新歌慢慢做的那種感覺 的確 其實大家一開始聽到怨我也好 怨我其實花時間最長 最長 對我們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好一首歌唱了八個月 到底是你的問題還是戴佩妮的問題 戴佩妮小姐絕對沒問題 當然她的死給酒很忙 這是事實 但是因為她是量身訂造的一首歌嘛 所以其實前面的溝通就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你們溝通什麼 就是因為我知道戴佩妮我跟我同天生的啦 所以你現在可以把我當成是泰佩妮 對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溝通什麼你們聊什麼 我們就很好聊啊 對啊 我們是不只是就是音樂的部分 我們連 因為其實我們的出道的時間也差不多 差不多對不對 但是就是因為我真的對創作人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對然後我也會好奇她的音樂世界 她就覺得你看她可以是戴佩妮 她也是佛跳牆 所以其實她一直跟我強調說 其實我真的她很希望我就是放輕鬆 對然後enjoy就是在音樂裡面 歡迎來到我的音樂樂園 她是這樣跟我introduction 但是在她寫給你的這首歌啊 對 其實歌名很特別 怨我 因為大部分是我怨嘛 結果你是怨我 是反過來嗎 反過來的 我覺得可能就是 這就是佩妮對我的一個期許 對 因為我們真的私下聊了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我們在音樂裡面發生的一些 經歷過的一些事 或者是我比較私人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真的她是一個真的很匯傑的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其實林曉培也很特別 她從出道就成功就走紅 然後她唱了25年 她來找到一個可以跟她聊天的女歌手 不一樣 真的很不同 其實這種交流對你 反而是唱了25年之後的一個新的體驗 是的 因為我很感謝公司幫我們促成這樣的合作的機會 那坦白說 佩妮我真的 I love you and thank you 因為她真的 除了像一個量身訂做的裁縫師以外呢 她還要幫我就是加強很多心理的建設 對 好她的確是一個很強大的人沒錯 但是包括各方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寫歌 她給林曉培的新歌 在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要來好好聽聽 到底她們花了八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 對她們做出了一個單曲 這是一首什麼樣的歌呢 廣告回來之後你就會揭曉 回到了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晚上8點21分 多了一個聲音是誰啊 我 是李小培 李小培的合音 對 好剛剛提到了戴佩妮 因為戴佩妮跟這個林曉培要合作 然後呢合作就是從兩個女性的聊天觀點出發 那因為兩位出道都超過20年了 所以她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有很多我覺得彼此認識 也有很多的欣欣相惜 有很多戴佩妮對此刻林曉培的祝福和看法 哇 是的 以上皆是 對啊 是不是有時候節目做久了 會不會覺得就是變得很 我很像是算命師 我好期待你 就是可以跟我分享 就是你在聽到這麼多年後的我的新歌的 對的確就是這樣的感覺 因為她叫怨我 她怨我她的角度是從你出發 從從你的一個對自己看自己的怨我出發 但其實創作者她寫的是我願 對 戴佩妮寫的是她期待的你 YES 真的 這是佩妮對我的期許 也許我當時就是這個我的部分也是我的這個諮詢師啊 對她幫我真的修復了好多 我一直跨不過的砍然後放不下的事 對我真的覺得佩妮真的她真的不像她表面表現的那樣 她其實是非常細膩 然後也真的充滿著很正面能量的一個女孩 所以她寫得出這樣的好歌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半 剛剛我和林小培一起聽她的新歌《怨我》 在聽這個歌的時候呢 林小培就一直講她錄音的故事這樣 我就說妳可不可以不要講了 就等一下妳講給大家聽啊 妳要講兩遍嗎這樣 因為聽起來有點精彩 其實因為這個作品是 其實我們是分兩個階段性 其實錄音的過程的確是有點長 是因為除了佩妮的時間很忙之外呢 然後主要是我們第一天配唱的時候 我就跌倒了 因為就大哭了 然後那個痛就跑掉了 等一下等一下妳等一下 我幫妳講得更清楚一點 謝謝 因為畢竟我剛剛有聽到一些 就是說其實林小培她非常期待要錄音了 因為她等待這一天等待很久了 然後那天早上起來 她就先傳訊給戴佩妮 然後嗨喔今天要錄音囉這樣 然後戴佩妮就說好妳放輕鬆 妳不要開嗓喔 來錄音室我們在一起開嗓喔 然後就懷著一顆開心的心來到了錄音室 妳剛剛大概就講到這樣了 然後悲劇就發生了 悲劇就發生了 對開嗓暖嗓這些都很快樂 然後佩妮就說來來妳就先唱 妳先唱 我就唱了 然後其實我說 因為我真的期待她幫我配唱太久了 然後呢我就麻煩了佩妮說 我們可以先試一段一段這樣子 然後佩妮說好主意 我們就好好的對待每一段每一個階段這樣 然後就好錄錄錄 然後第一遍我們完成的時候是好幾個track了 然後佩妮一定會交唱 因為她也是一個非常棒的歌手 然後呢就第一遍唱完了之後她就說 那其實我們有第一遍妳就順著唱 我們就整首歌這樣子唱完 妳就solo一遍 我說好的 結果我就在這個奸奏 就突然間就湧出了很多的情緒 因為妳就是整首歌已經聽完妳完成的那一遍 她喜歡的那一遍 當末班車一開出來我的眼眶就紅了 然後她就影響到我的發聲了 然後我就硬撐著 就是假裝沒有這件事 假裝沒有這件事 Focus在剛剛佩妮教我的 然後就以為自己可以solo的把它唱完 可是其實到副歌我就已經開始有點 那個peach飄來飄去 快要潰體了 快要潰體了 佩妮那麼敏感 她應該早就察覺了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Penny細膩的地方 Keep roll keep roll 不要理她讓她繼續唱 YES 她就是妳知道好像拍紀錄片的一個導演一樣 對我沒有喊咖誰都不能停 對我也不敢停 但是我又想努力給她看 我不希望讓她失望 結果唱到這裡的時候我就已經 我就覺得完了完了我快hold不住了 我快hold不住了 連我始終 你早已經有人陪 是否用力的撐住 我就撐不下去了 撐不下去了 對我就再也撐不住了 所以我就開始 就像現在這樣就會有一點你知道太深的觸動 然後就開始 最後一句是 那一根稻草壓垮了我 然後我就大哭了 然後我就一直講說我好討厭最後這一句歌詞 其實其實我已經在胡言亂語了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她 要不要再聽一次 Oh my god Oh my god 好讓妳休息一下 謝謝 但沒有想到現在在聽還是會想哭 沒有我想到當時的那個感覺跟那個壓力 戴佩妮討厭我歌自己寫好了 沒有其實我真的很謝謝佩妮幫我寫這首歌 為什麼女生需要閨蜜 而且我終於我那一天第一次錄影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把副歌這一段傳給了佩妮 把側拍下來傳給佩妮 然後我就說我們終於首播了 終於要唱架了 而且今天各位親愛的朋友啊 我們終於全面的上線了 所以今天這三首歌全部都在數位平台上可以聽得到了 然後佩妮就回了我說 終於 終於有一半跟她有關啊 不過這是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 當然在這段時間李小培想要回到歌手這個身份 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也不是說沒有推出什麼歌 只是總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正式的回歸 總是希望有一個很正式的宣告是 我再度成為林小培這個歌手的角色 所以你才會這麼看重這次怨我的推出 真的 是的 而且我找到了新的家大家庭 也就是我新的唱片公司 是 傑斯國際娛樂 對 真的謝謝我的團隊為我鋪墊這些路 然後讓我可以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多熟悉的大師 或第一次合作的老師這樣子 我覺得很幸福 好 廣告回來之後我們會聽到這一次 小培她推出的新作品有三首歌 其中有兩首屬於她的創作 待會我們就來聽聽創作的部分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節目 接下來繼續來聽到的是林小培的創作 這次推出的這個歌其實是說你25週年了 那25週年唱了25年的歌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人生裡面有一大塊 可能也充滿了遺憾這樣子 因為並不是25年的林小培 Always都站在唱歌的舞台上 但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把它當做這三首歌 是一個怨我的元年這樣 從新開始啊 新的 這算一個里程碑了 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因為在這漫長的過程中 你也會寫歌 所以總是有可能會透過一些音樂的分享 跟大家一起從音樂裡面去感受 你自己想要唱給大家聽的歌 我們先從這首歌時光的劇場開始 這首歌對你來講 在當時的創作是什麼樣的情形 你完成了這樣的一首歌 其實25年也是很長一段路 當然 那這其中的起伏也經歷了 當初你知道青春時候 為了搖滾樂 我的堅持我的一切 但其實你回頭看了之後 你會覺得 就是人生真的充滿的高高低低 但是是不是能夠讓這些高低起伏 然後變成比較婉轉的一種描述 而且喚起大家的集體的回憶 就像當初大家都很愛 就是我去演出必唱的一首歌就是心動 當初大家聽心動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都在經歷一些什麼 然後我就是因為想到 太厲害了 我就是因為想到 大家如果聽到這個前奏 大家都會尖叫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到底經歷了什麼 然後就是因為 也是因為長期以來的表演 然後心動總是大家最期盼的 然後就是都跟著唱的 然後我就覺得好美 我不知道他們在歌頌的那個畫面是什麼 可是我知道他們的那個青春的電影 或者他們正在上演的一部電影當中 屬於他們人生的影像中 他們選擇了這首歌當BGM 那我覺得就是那一份感動 我對青春的一種歌頌吧 然後也是我真的很想念我的歌迷 我也知道他們懂我很久 那他們一直在祝福著我 支持著我 所以這首歌很大的部分是 想要寫給自己 然後最重要的是 透過自己的沉澱跟一些省思 然後寫在歌詞裡面送給我的歌迷 對 其實時光的劇場 劇場這個在日文的意思 其實也是電影 對 所以如果用劇場 或者是電影的概念 都非常符合你剛剛說的這段話 在這25年的時光裡面 到底林小培的哪一首歌 曾經在你的生命中 就像主題曲般的出現 他曾經在你的人生裡面 因為那一首歌 你緊緊的抓住那個旋律 有好長一陣子 對不對 所以小培寫這首歌叫 時光的劇場 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就是我們曾經擁有的吧 我們共同走過的啊 對的 屬於我們的 對 不只是心動 還有時光的劇場 好 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51分 林小培在25年前出道的時候 其實當時呢 有一位攝影大哥 攝影師啦 攝影師 他的名字呢就叫 王中平 現在已經是MV的大導演了 大導演這一次 時隔25年之後再幫臉小培 所以包括我們剛才聽到的 怨我 還有現在聽到的時光的劇場 他都幫你做了MV對不對 導了這個MV 對 老師辛苦了 而且我的平面也都是老師拍的啊 對啊 剛剛我們還在聊 那個這一次的封面照 我其實啊 建合哥一定麻煩你了 沒有 我一看 我一看就是感覺 就這張照片充滿了故事這樣 包括那個光影啊 還有你透在光的那個影像的中間 用光來打亮你的臉 其實那些我覺得老師在設計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意境跟想法 語言在裡面這樣 真的 我覺得面對 這一次真的面對到很多的 很高級的藝術家 對 然後跟老師也是我心人很尷尬 對鏡頭很害怕的那個moment 然後到隔了這麼久 然後因為公司的這個簽線 所以又有機會再跟老師一起合作 所以一開始很緊張 但是真的老師說 對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一步一步的就比較有安全感 然後開始臉部終於 比較沒有那麼僵硬 其實僵硬25年前就很僵硬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正面的記憶 時光的劇場 其實當我在聽這首歌 你繼續的唱 我的感覺是什麼 是這其實是當年 心動這首歌的 你回答了這首歌 在多年之後 我終於可以享受自己擁有心動 這麼幸福的一件事 我可以用另外一首歌去回應它 是 沒錯 太棒了 人生真的要相信 其實真的很精彩 很精彩啊 真的很精彩啊 你如果覺得無聊的話 你要不要去撿垃圾 我很感興趣 給我時間 而且我很愛曬太陽 我特別 覺得特別的就是 你在這三首歌 各自有它的故事 而這首歌 你寫這首歌 她其實是一個人名 Greta Thunberg Greta 她就是那個 瑞典的 很富爭議性的 氣候女孩 對 所以我問你 李小培要不要一起去 淨灘 我有去淨灘 對 要不要一起去撿垃圾 因為這其實講的是一首 跟環境保護 可能有關的歌 然後你也講到了這個人 他對你的影響 對不對 他對我的啟發 一個八歲就因為擔憂地球未來 生存的環境的 得了憂鬱症的孩子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強大的震撼 因為我的乾兒子乾女兒都差不多在那個年紀 對 所以我覺得環保議題一直都是我很關心的 我也跟這個綠色和平 我們也合作過免費的演唱會宣導 就是對塑膠污染海洋的這個議題 我們也做過很多的合作 那很多公益活動其實都比較針對家庭 或針對洛舍族群 可是其實我私下真的很關切的一個比較大的issue 就是地球暖化 對環保的議題 那所以呢當然你關心的事情就會變成文字 你在創作的過程中很可能他就會變成歌 所以呢小培寫了這首歌叫Greta 其實就是那個女孩的名字 但同時也是想要從歌裡面去執行 他正在關注的事情這樣子 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在聽這幾首歌 你發現了一件事情嗎 三首歌小培講什麼 他講他的過去 他講他的現在 他講未來 對耶 這是這三首歌在你的生命裡面的代表意義這樣 是嗎 以現階段25年如果是一個里程碑 我真的很幸運可以用這三首歌跟大家做一個匯報 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耶 那今晚的魚類世代 雖然只有三首歌 但我們有很愉快的聊天 每一首歌 謝謝建仁哥 很深入的讓大家知道小培 他想要從這裡面與你分享的message 希望這一次回到歌壇 接下來我們就期許你再走個25年 謝謝大家 我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你來 帶lee 我們一起加油 大家好